哎呦聊四季 天氣龍心 大家好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上哥德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布迪圖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挖金速度 非常的快速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土耳其人呢 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設計的 所以他垃圾兵是非常的弱 但他是擁有全部的三攻三防 所以他的大落馬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他的大落馬是可以自動升級的 而且遠防可以多加一 所以土耳其的落馬去正面燒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好用的 那土耳其人最精華的 還是他的城堡時代的城堡彈出來的 土耳其火槍兵 血量非常多 而且攻擊力超級高 雖然最近的改版 有讓土耳其人的火槍兵射程 稍微下袖了一點點 讓他射程沒到那麼的誇張 那土耳其人的後期火炮 可以讓他的火炮 傷害的距離 所謂的攻擊射程 再加二的效果 所以讓土耳其人的後期火炮速 非常強大 可以在非常遠的距離 就可以安全攻擊的城堡 那土耳其人主要還是打火槍兵 或是馬弓 還有這個肉馬 作為為主的為命 那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吃野豬 這個爪瓜野豬 還有下面的這個路群 吃野位的時候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那哥德仁的這個折扣呢 步兵也是非常多 有六五折的一個折扣 後期可以產出大量步兵 作為主力 那哥德仁後期也可以打火槍 跟火炮 進行轉兵的反制 所以哥德仁總體而言 他打攻兵路線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戰毛兵是全滿的 所以你要用他戰毛兵來反擊攻兵 也可以作為考慮的 不一定使用哥德的衛隊也可以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地圖部分 哥德下方是有黃金 上方是有主金的 附金的部分都在偏前面的位置 這有點尷尬 那食物的部分是在這裡 果子 那石頭在後面 看起來的話是還可以 要圍架的話不會到非常難 稍微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過來 然後這裡圍到底 差不多了 那不管他怎麼圍 都是需要花費大量資源 跟村民去挖的 所以大概來說只有四五十分 還沒有到合格 所以主要是因為兩塊附金都在外面 以防守來說是相當不易的事情 那土耳其這邊是黃金也在正前方 果子在後面還可以 果子的話前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後面的話可以稍微微笑 這個是比哥德這邊好一點 那他有塊附金也是在正前方 那如果正面的金被控的話 後面還有黃金可以續命 所以這個問題也不太大 好 那目前看到圖爾其人的這邊地圖 圍的地方是可以圍小的 甚至圍旁邊這個附金也可以 那以圍小上去的部分來說 會比哥德的防守更簡單一點 可以直接爆出這個肉馬 前期前要也是圖爾其的一個好用的地方 好 那目前看到圖爾其已經下了這個均嶺 那均嶺這個時間下通常就是要來打肉馬 待會這邊再補個房子 然後再稍微五個一下 好 棒棒嗎?不可能棒棒吧 圖爾其這邊沒有挖黃金打棒棒 OK OK 這邊看到均嶺已經下了 結果打棒棒的是哥德 哥德這時候就有棒棒的折扣優惠 好 果不其然圖爾其這邊是打肉馬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肉馬這邊 哎唷 槍被一甩戳死 最主要是因為他肉馬這邊有安全的果汁 可以繼續吃 而且圍家的壓力也比較小一點 被騷擾到的可能性會比較低一些 防守來說不會這麼多 所以可以盡早撒下自己的農田 肉馬就可以更快出來 好 那這邊決定要更小一個小微 對方裝甲步兵升上去 哥德裝甲砍木槍非常快速 這裡要修理 來得及嗎 來不及休 直接再補一個 可以吃到果子繼續吃 好 肉馬先去哥德家裡亂個衣服 看他們抓到一村 這一村可以抓掉 但沒有打算要硬打 那是選擇了打幾刀之後就往後走 肉馬數量來到了三隻 站出來是工兵喔 那前方這個黃金可以拉個三村 去蓋一下採礦地 然後稍微一下就好 三到四村都可以 好 這邊鐵已經來到了九片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哥德這邊有點人在發呆喔 走到人身方向 在原地徬徨著 哎呀 沒事做 好 哥德正面已經圍好了 旁邊也OK 但他畫了非常多的村 沒有去圍教 其實經濟來說 不會比圖爾西還要好 好這邊中甲一個互換 直接肉馬來解掉剩下的中甲步兵 中甲步兵全部被解光 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應該是圖爾西這邊贏了非常多 結果哥德這邊贏了大概一百肉 黃金的話是贏了三百 木頭的話是輸了兩百 結果是哥德這邊卡要更好 這個應該就是哥德的吃野味的加成喔 真的非常雄賀 畢竟兔爾西的經濟加成 要開始挖黃金之後才有 那哥德這邊剛剛存了一波工兵喔 黃金也挖了一陣子 好那圖爾西鎖兵也是大圍了一下 再看到這邊工兵總共有大概八隻 好圖爾西轉了四隻的毛兵喔 那這邊毛兵也可以考慮 要不要點一下一擊的工兵鎧甲 不然這個防律喔 還是很容易被高打第一 弓箭手給射掉 好那目前哥德使用槍兵跟 弓箭手 守住這個高地 門面守住之後可以考慮往前推 爭取一點時間 讓自己的肉量慢慢上去喔 不要再出槍兵了 弓箭繼續按就可以了 好結果這邊送掉了一隻槍兵 這隻毛兵很煩 好圖爾西這裡補了弓箭鎧甲 轉了一些肉麻進行反擊 先打弓箭 弓箭點掉兩隻 弓箭在後面繼續追逐 好圖爾西這邊毛兵可以停了 到底要不要挖石頭呢 打圖爾西火傷兵的話就要挖石頭 那如果不打的話就打肉麻 他兩個選項 哥德在遇到圖爾西的情況下 不太會去打騎士喔 因為圖爾西人本身也是有駱駝的 這邊就是一個圖爾西的轉兵點 看是要打馬弓呢 或者是要打這個駱駝 都是一個可以選擇的路線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圖爾西 是先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點下了二級色 大毛兵不能升級 非常的尷尬 毛兵出了12隻 但就只能在這裡停止了 這邊稍微錯一下木門 給對方壓力 這邊用肉麻繼續追逐 已經自動升級為輕騎兵 輕騎兵現在的防衛是2加1喔 自帶一點遠防 好 二級補下了輪軸技術 一龍一幕也補了 所有的補下的是奴兵的升級 但這邊毛兵 死亡之前還換了一些工兵 非常的賺啊 這樣其實就不虧了喔 好 這一坨毛兵雖然不能升級 最終換掉了大概約8隻左右的工兵 不虧了 好 現在用肉麻可以稍微反制一下 對方的工兵喔 因為這個肉麻的防衛率非常的高 再點下二級馬凱之後 遠防可以來到5喔 奴兵射一下只有兩滴血 那這邊可以用肉麻解決工兵 然後修道院去解決老頭 或者是直接轉出工程器製造所 打頭石車戶奴炮 也都是可以考慮的 哇!這個這邊有洞 好 但還好招搶到一隻騎士 直接後來包抄一下後面的工兵 後面想要拉走喔 但有點困難 不然是瘋狂走欸 後面補了更多騎士過來 看到這邊操作 這邊操作看到騎士過來 直接放棄 這一波打得還可以喔 拉打的部分OK 但是哥德爾這邊 這邊投資了非常多的工兵資源 花了非常多的房金 那這邊也可以考慮轉點修道院 去解生物啊 或是補血 都是很好用的 對面也是有出了一些騎士 但哥德爾這邊可能是顧慮到 對方的弱馬出了這麼多 轉老頭可能會不太有力 那確實這是他要考量的事情 但我覺得其實不去用老頭前藥 去解生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哥德爾這邊開始五個人去挖石頭 準備要來爆挖一波 喔這邊是十個人喔 來挖出一棟城堡 那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土耳其只出馬的情況 哥德爾當然也可以轉出大量槍兵就可以了 但現在槍兵要升上去了 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防護力攻擊力也要升一下 那在升之前先撒下更多農田 要讓自己的3TC不斷存 是更為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土耳其這邊也是喔 3TC已經補完 而且農田撒得比哥德爾還要多喔 好轉下了重裝長槍變成升級 土耳其是轉下了二級馬凱 兩邊突然休戰了 土耳其也補下了一弓 剩下了啟兵隊的傷害 打哥德爾來說 土耳其是不太可能會打出馬弓這個單位的 畢竟有這個哥德爾未對存在 打弓箭路線會對土耳其來說是比較弱勢一點 那如果遇到對方的槍兵的話 自己不打馬弓就只能打火槍兵了 所以這邊土耳其一定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去反制對方的重裝長槍兵 不然是打不贏對方的槍兵組合 OK這邊過去眼神確認過 槍兵大量產出 前面補下一些軍營 這裡補下了護衛技術 後方補下了一個新的攻擊器製造所 結果前壓的是哥德爾 哥德爾沒有打算把城堡放在自己家裡 這裡前壓堡確實對哥德爾現在是有利的 因為他這邊騎士都是騎兵單位 槍兵是非常有優勢 直接這面應戰也不管是不是槍兵 開打一波 但是自己騎兵單位果然打不太贏重裝長槍兵 後面這個城堡應該是能建立起來 趕快在後面補下新的一棟城堡 這裡稍微維持一下 讓對方沒有辦法馬上進來 哇結果招翔是長槍兵 不是騎士 他可能覺得招騎士很容易被打死 招槍兵的話有機會可以戳掉幾隻騎士了 好兩邊突然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好開始招翔 好拖翔這根城堡終於起來 好趕快轉火槍兵吧 這邊轉火槍兵絕對不虧 直接射死兩隻騎士 好這邊老頭 找到了一隻駱駝 這邊土耳其的騎兵隊友 血量已經不滿一半了 好城堡蓋好之後又轉火槍喔 沒轉 現在還在支援買賣一波 這邊殺進來的弓兵 用肉碼解決掉了 那哥德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土耳其這邊是決定要先點帝王時代 再轉火槍兵喔 他看來是判定對方不會再繼續打爆兵的 雖然那一坨兵非常的龐大 但後續沒有接兵下來 他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 那接下來就是要產出火槍兵了 OK沒錯 點完帝王時代就可以點火槍 因為火槍是吃肉精的 好 好下往這一個過來 刷一下 哎呀戳掉了好多 這個馬只剩下一點點 帶出更多城堡喔 趕快掉頭就走 火槍兵雙來到了五隻 那土耳其這邊可以趕快補下 工程器製造所還有大水 我記得他化血是免費 但我不確定他的化血是不是要自己點吧 還是就是直接送給了土耳其 印象中就是直接給了 然後可以馬上用工程器製造所產出火炮 好等一下看上去會不會直接產火炮 就知道是不是不用升級 好不用升 以帝王按火炮 看來連研發按一下都不用 連大學都不用蓋 非常的划算 火炮即時產出 待會再補下精冠技術 炮兵 火炮的射程可以再多加2 非常的猛 右邊的城堡 可以拆除當中 所以就掉了這台巨頭 不是 城堡 巨頭現在沒有人產 只有哥哥在巨頭 那後方火槍兵已經到處開啪了 後方槍兵有點卡不太住火槍兵的傷害 17加0 OK 後面城堡開始反織回去 唉唷 火槍有點危險 被城堡撕到了 現在哥的這兩棟城堡 讓巨頭七人有點懊惱 城堡不敢繼續開 後面有人會繼續修理 而且巨頭已經逐漸拆掉了正面的建築 哥德國隊可以長驅直入 直接直打後方城鎮中心 這裡正面可能要把這個房子低掉 讓這支火槍兵可以鎖出正面 感覺進攻路線不太好 OK 這邊大羅馬自動升級 直接用羅馬拆掉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可能有點困難 後方的火槍兵有點被包圍掉了 完了 這波火槍損失有點多 這波火槍損失有點多 哥德國隊補下三級的馬砍 哥德國隊待會也要生個精銳嗎 這房子真的很砍 對啊 房子滴一滴 可能讓火炮有攻擊輸出 空間會比較好 好 火炮繼續拆 哥德國隊五台火炮拆除速度很快 好 下方的羅馬想要拆除 但城堡沒有想要給機會 火炮直接拆掉 但是火炮會進入這個射程裡 哇 還沒有點砲兵啊 射程只有12加2喔 完了 火槍兵沒有按駐守陣地 一直往前送 哇 被解掉了非常多的火槍 後面哥德爾經濟已經濃起來 145吋對上128吋 經濟差距約為15吋左右 正面的炮兵開始反擊回去 這根城堡能拿下嗎 但下方已經有一些哥德國隊在騷擾 火炮到土耳其的農田了 但土耳其不敢釣以輕心 這邊其實可以直接用大洛馬去解這個 哥德國隊就可以了 哥德國隊基本上的防霧力更沒有一樣 但土耳其這邊是想要先拿下這棟城堡 再回去回頭防守 哇 但哥德國隊在後面砍得很開心啊 好 這邊城堡終於拿掉 哥德城堡兩棟垮了 火箱開始往前 然後先攻擊對方的火炮 打個一發 哎呀 護換掉了 欸 沒有換掉 他後面這個還跑掉了 哥德這邊火炮賺了一台 下方的哥德國隊持續開扁 洛馬要不要補一下 補來這個位置 直接拉火箱解 那土耳其火箱兵跟一般的火箱兵的差別是在 一般的火箱兵對一般的步兵有增傷的效果 那土耳其火箱兵打步兵沒有外增傷 這是他的一個缺陷 如果打到哥德爾的文明的話 還是要轉一般的火箱會更好一點 傷害會更高一些 沒有 有 可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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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方的經濟開始慢慢好轉 慢慢往後 邊繼續伐木 這邊木頭快沒了 這時候哥德補下了精銳升級 還有三級弓 看來打哥德衛隊的心是沒有變的 但打哥德衛隊要吃火槍也是不容易 哥德其實也有其他的選手 就是選擇出大洛馬 但是不是那麼的建議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馬坎 只能算是坎用 到後方去騷擾突襲的後方農民 是還不錯用的 但打正面來說 可能還是哥德衛隊會好一點 唉唷 不然就是要跟著打火炮 但打火炮的話 他又沒有炮兵的優勢 射程來說的話 丟的火炮是很難點到後排的 可不可以錯 其實這邊失誤 把自己的火炮全部送掉 或是忘記點炮兵這個科技 超有可能 反打回去 當然哥德也可以轉出大量戰毛兵 直接進行反制 畢竟他的戰毛兵是全滿的 打火槍兵傷害也是不錯高 這個火槍死的速度也很快 哥德衛隊越來越多 這邊轉出來是大量哥德 跟戰毛兵還有槍兵 三色布丁 另外一色是變弓箭手 戰毛兵 火炮斬了一下 哎呀 打到了火槍 我防戰毛兵進行反制 好牆兵往前 哎唷 防倒啊 這一波大羅馬後面爆砍一波 火炮在後面進行輸出 但初而起的火炮還是沒有點一下炮兵這個科技 雖然反擊對方的 火炮快點死掉 反擊對方的戰毛兵效果還是真的不錯 但這邊太多的步兵衝過來了 只要讓哥德可以貼到火炮的話 基本上就涼了 哇涼了 真的貼到了 阿羅馬想用幾力反抗 但是哥德是打槍兵加各位 這個組合 肉麻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火炮全掉之後 哥德的火炮 就可以登場了 好這招 初而起看到正面全崩 哥德步兵繼續往前A進 看起來他剛剛的火炮也被大羅馬已經抓掉了 現在兩邊都沒有火炮可以進行反擊 再跟城堡可以扛一下 大技術來到了15隻單位 好 兔爾奇補下了二金龍 他現在是想不到該怎麼打了嗎 確實是有點難打 這時候兔爾奇打出了 GG 哇 真的真的是沒辦法 哥德這一波打爆 兔爾奇的火炮兵之後 全部火炮沒了 大羅馬也扛不住正面的槍兵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地方是在正面的位置 這個地方損失了態度的火槍兵 如果火槍兵可以好好的活到城堡下進行反擊 然後再用火炮進行poke 打久了之後 再用肉麻去後面繞個一波 才有可能機會拿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也算是很難得的 哥德可以打贏火槍文明的一個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哥德這邊經濟是非常好 木頭贏了大概5000 15的話則是贏了2000左右 黃金則是贏了2000左右 石頭也是差不多 那軍事的部分是1.13 這個KD值還不錯 哥德是0.88 其實KD值是差不多的 那最主要是哥德這邊 暴兵的時間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圖爾奇這邊是有點誤判形式 覺得自己可以用肉麻加上火槍反推哥德 但說不知人家戰武兵出來之後 火槍的速度掉得非常快 損失了非常多的火槍之後 就有點潰伏成俊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會來看吧